节即将到来 桃园市复兴区19号开始举办耶诞三城红花节 今年是以法老王的红花秘密为主题 打造异国情境 还设置了一个大约6米高的埃及红花金字塔耶诞树 结果这耶诞树刚刚亮相 当地居民有意见 他们认为的造型太像罐头塔不太吉利 主办单位澄清 当时耶诞树其实是才不知道一半 才会让民众误认很像罐头塔 目前已经增加600盆的耶诞红 让这耶诞树大变身 也更添加了耶诞气氛 耶诞节即将到来 桃园市复兴区第四年举办耶诞三城红花节 今年的主题是法老王的红花秘密 主办单位特别以埃及金字塔为意象 搭建红花金字塔耶诞树 不过这造型让民众都说 也太像罐头塔了吧 可能民众对这些异国文化的认知有差异 我们在持续包装当中的一半的时候 然后民众就认为说 可能关管不是很理想 主办单位强调 其实整体布置还没完 才会被民众误认造型上市罐头塔 这几天已经再添加600盆耶诞红 替耶诞树大整形 变身后不只花团紧簇 也更增添耶诞气氛 这个金字塔真的很漂亮又很美观 之前可能就是还没有做好吧 这几天应该会比较漂亮了吧 事实上这棵用钢铝结构打造而成的耶诞树 不只造型引发热议 就连树上的古埃及符号 也被说像是给往生者的特殊符号 一个性别的符号代表是生育 然后蛇是代表他们的医药 融合西方文化的圣诞树造型意外引发讨论 主办单位加紧脚步让耶诞树大变身 要给民众过上最浪漫的耶诞节 这林柱强 陶仁报导